说起小水泄灭双体船,很多军民应该很陌生,这种船在我国并不常见,一般是用于海空复杂的海域内。 这种船美国、日本和德国这些国家设计的比较早,而美国作为最先研发的国家,在这种船的制造和使用上都是排名第一的。 现在小水泄灭双体船都是在向大型化发展,并且很多研究者都试图通过使用复合船型,让这种船拥有更好的速度和耐波性。 我国就最新下水了一艘具有此种类型的船体,这也就是今天我们要说的927型搜工潜舰,这样的船一般是用在繁浅方面。 它的排水量达到了5000吨,别此前三大舰队的1500至2000吨级,某双体测量船要大成许多。 927型舰在具体功能上类似于美国的无侠号,但是美国的无侠也并不是非作战的意思。 实际上,这种船在当作海洋测量船使用的同时,也在直接为美国海军服务。 它自身是装备着被动和主动低频列纳声纳的,这也让它可以有效发现和追踪潜艇行迹。 既然927在功能上和无侠号相似,那么它肯定也具有繁浅能力了。 实际上,这种舰艇专门用来寻找水面以下的国际不眠的潜艇,如果发现有采取行动的必要, 它还可以直接呼叫自己方的水面和空中繁浅力量,来追杀这些水面下的无声敌人。 它所具备的船可声纳和船尾托转声纳,也让它有更多机会发现水中的潜艇。 这种怪船虽然吨位不如美国无侠号,但是它的反潜效果却远胜于无侠号。 这艘搜工浅舰凭借着它特殊的本领,对我们中国来说意义非常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